其实衣服它除了预寒 保暖以外 它更多是穿在身上的一种文化 其实我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服饰的一个传承者 我们肯定是要海纳百川 这个百川在我看来就是说 无论你是东方的西方的 对于美的认知 我觉得全世界都会有一个统一的共鸣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发现美 欣赏美并且去传播美 其实对于我来说服装设计 一般会分为时装的服装设计和戏服 戏服的服装叫做服装设计 所以它跟服装设计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作为戏服你会发现 我从里面我可以每一个不同的戏剧 我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人物 我可以感受到不同时代背景 不同朝代 用我自己的艺术语会 把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带给现代的年轻观众 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以后 第一次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古典舞剧 应该是在孔子这个剧目 服装就像我刚刚说 它不止指是保暖 去寒 更多的是 它随着人在社会中发生的关系 它在什么样的环境 它会穿什么样的样式 它在劳作的时候穿什么样的样子 它在祭祀的时候穿什么样的样子 它在进行一个大典仪式的时候 穿什么样的样子 所以我们在创作之初 查阅了大量的历史的书籍 并且我们远赴了山东 到了曲府 去看了孔林 孔庙 我们选取了很多中国传统的真丝 面料 但是同时它又很轻盈 很轻盈 同时让它满足舞蹈这个特性 比如说像薰香舞这个舞段 它既修身又合体 相当于把整个女子的曲线给包裹出来了 你会发现这个很适合舞蹈演员在舞台上去表现它的形体 但这个一定不是我们凭空捏造的 这个是我们从博物馆里看到的汉泳 汉代的慕泳 一个侍女泳 完全去抓住它的这个形态 让它还原到舞台上 从颜色的选取上 我们用了很多中国传统的用色 我们要让真正让国外的观众也好 让国外的这些人民也好 真正的认识中国 让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 中国其实不光只有满清 不光只是有一条飞来飞去的长辫子 更多时候它是有五千年灿烂的文明 夏商周 汉 一直到唐宋元明清 每个时候它都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服饰的样制 在十年前 中国歌剧剧院 我们会走进校园去演出 给当下的一些大学生做中国古典舞剧的一个赏息也好 一个普及也好 那么在十年以后 我觉得当十年前播的种子 在这时候它们就发芽 生根 茁壮成长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穿着汉服 走进剧场 来看中国古典舞剧的观众越来越多 这个其实是在十年前我们没有遇到过的 但是在当下我们不禁的会在思考这是为什么 年轻人怎么能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他能有一个文化自信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而且我们做的也仅仅只是很小的一个面的一个点 我觉得应该是文艺 文化 各种各样的刺激和影响 打开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以后 他们开始自己主动积极地去发掘它 探索它 其实在大家的印象中服装设计师是很光鲜亮丽的一个职业 总感觉会穿得漂漂亮亮的和一些舞蹈演员也好 模特也好 经常在一起能够接触花花绿绿的面料也好 装饰也好 但其实这个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因为一针一线才能做成服装 但是你会发现一针一线它往往是最琐碎的事情 我觉得你如果没有一个信念 真的很难持续 很难能够在这行坚持下来 或者说我在这项工作里 我在这个剧目里 我得到什么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个新的知识点的认知 我把这个知识点幻化成我的艺术创作 让更多的人辐射开来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做文艺工作这样的一个信念 重听 sunglasses 明知四周间 明知四周时 明知四周间 明知四周称 明知四周 明知五周